市長想先請教一下 就是早上有說台北市這一期還缺大概一千品的莫德納 但是剛剛中央有說 說這是因為北市自己把莫德納調去運用在別的地方 他們只是協助來跟外縣市調 想請問一下北市是把這些莫德納運用在哪些地方 還有那這樣子會不會讓一些原本預約的人預約不到 我跟你講喔 好家債 我把那個1922 我們都沒有在用台北的疫苗預約系統 我就直接交出去 那個預約系統是你在管的 裡面莫德納打多少BNT打多少都是你管的 你現在說不夠這幹什麼事 系統都是你的 那我們打環南市長也不是我們要求 是重要是要打的 而且是打BNT跟莫德納一點關係都沒有 臺北市說他們目前還有1000多瓶的莫德納還沒有送到 那可能會影響到2萬多名預約的民眾 那請問有這個消息嗎 大概何時可以配送到給北市 那今天上午臺北市跟臺中市都有宣布說過年 也可以來打疫苗 不過因為臺北市有說目前只剩下BNT跟高端的這個選項 那請問指揮中心這邊有沒有可能可以帶加量 謝謝 第一個莫德納不是都可以破下去了嗎 應該是說我們 莫德納其實很早就都已經18號這時候都已經配給各縣市 那據我所知 這邊所謂台北市少了1000瓶是因為他們 多開了一些預約的預約的一些門 所以他們現在有少了1000瓶 所以是他們在 請求我們去幫忙去調度 不是說 我們少了給他們 沒有這個情形 就是說當初事實上量是多少 他們大家都知道 那所以我們有盡力的想要協助 但是我們手上是沒有沒有疫苗 所以我們必須要去跟其他縣市去調度 所以也還在調度當中 以上 疫苗分配到很多地方 那你說過年我這邊也講過 就是說考慮到這樣的一個 醫院值班的量能 還有醫護人員適當的休息 如果能夠做調配願意打 那我們就會提供我們手上有的疫苗 那當然就 包含在那個時候應該還有BNT AZ高端應該都沒有問題